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设计的 建于1960年 座落在现代别世八城外的一座小山上 这座纪念碑是由没有加过工的混凝土制成的 有18座独立的个体 占地1万平方米 每一座都具有象征的意义 为这324名殉难的士兵做了不可磨灭的见证 他们的名字以及个人日记的片段 歌曲 战斗记录和圣经经文都刻在混凝土上面 例如《猎王记下》2章12节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 马兵啊 有一座好像满是弹孔的塔 看起来像一座被大炮击过的遼望塔 一条纪念南地水道的管道 这个管道象征付出了巨大代价进行的保卫行动 让人联想到军事掩体和遼望台的结构 还有一条蛇形的隧道碎片 每一片呢 展示出那个被击败的敌人 还有一个裂开的圆顶 上面写着阵亡者的名字 那射进来的光芒穿透了里面的黑暗 整个设计巨大而坚韧 既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却又是与周围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位艺术家说 他希望人们能体验这座纪念碑 不仅仅是欣赏观看而已 当我们走过和绕过每个部分时 以色列对南地Negev的心 以及为保留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空气中显得格外沉重 当我走在里面的时候呢 有个感觉 这感觉就是 我们的人生真的不是平面的 或是说从一点到一点 呈现在世人面前 其实在神的眼中看下来 真的是里里外外各种角度 神都看见 而你自己内心深处 在回应这一生你的日子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停脚 驻足来思想来看的话 其实你就忽略过去 我要说的就是 这个设计实在是 让我真的很感动 非常感动 这些人为了南地 为了别事吧 少数的人 将他们的生命 献给了这块地 当然最后 他们保住了南地 这一次真的是不停的感受到 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 还要加上很多时候 人的回应付代价 为了这一代 为了下一代 为了世世代代 实在是 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阿爸父神 祂的心意 祂对我们深深的那个爱 你如果没有深深的 钻进去来体会的话 你会被表面的这些事情 或许发出怨言 或许灰心上淡 可是知道 他是那一位 永不改变的 而且他一定做成的 他一定是他的话 显为大 过于他所应许的 那一位神 我们一定要坚定的相信他 你现在有听到 孩子的声音 Teresa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会继续的 品牌 是非常感激, modern, 而且有感激的感激 當你會在那裡 但當我們離開, 有兩輛的孩子 他們在這次旅行的旅行 他們在這次旅行 他們有很多樂趣 他們在走路上, 走路上,走路上 走路上,走路上,走路上 走路上,走路上 然後它是設計的 我發現它非常驚人 因為, even as this artist was creating a structure to remember these soldiers, they've also created a very big playground for these children. Even as they're learning about the sacrifice that was needed to have their home, they're having a great time, and it's beautiful because... They were the reason these soldiers were fighting. For these children to be able to live here, to go to school here, to laugh, to play. I'm very happy that we bumped into these children. It was just very solemn and quiet. And then suddenly it's life, life everywhere all around us, coming up the hills, screaming for their friends. And it's just a very beautiful vision, of what these soldiers could only dream of happening one day. I believe everyone has heard a very famous song, 出埃及之歌, 那是一位著名的影歌星白潘, 他所写所唱的歌。 那因這版權的關係呢? 讓我讀出歌詞來。 這塊土地是我的, 神把這塊土地賜給了我, 這塊勇敢而古老的土地。 當清晨的陽光顯示出他的山巒和平原。 我看到了這塊孩子們可以自由奔跑的土地。 所以牽著我的手, 和我一起走過這塊土地, 這塊金色的土地。 雖然我只是個男人, 但是有你在我身邊, 靠著神的幫助, 我知道我可以堅強, 讓這塊土地成為我們的家。 如果我必須戰鬥, 我會奮力戰鬥, 使這塊土地成為我們的家。 至死方休。 這塊土地是我的。 這塊土地是我的。 託拉結束在《生命記》最後一章。 下一本書《約束雅記》, 我們其實也不陌生的。 那就是以色列百姓在約束雅的帶領之下, 過約旦河, 進入了應許地。 他們需要付出代價, 征戰的代價, 生命的代價, 與敵人征戰。 儘管神早已把這塊地賜給他們, 只要照著神的話, 指示他們是一定勝利的。 弟兄姐妹們, 這是三千五百年前的歷史。 1948年以色列復國之後, 一樣的重演。 認識到這塊地是我的。 是我的孩子們要承接成長的地方。 是神賜給我的。 這個事實, 是今天耶穌爾的信徒, 所需要的心態。 因為我們長久幾千年被教導, 耶穌爾已經做成了, 我們什麼都不需要再做了。 其實我們對於付代價, 戰兢恐懼做成得救的功夫, 完全是茫然無知的。 甚至於我們以為, 只要我宣告腳掌所踏之地, 都是屬於我的, 就會成為我的。 所以今天, 你在靈裡疲倦了嗎? 你的信心冷淡退後了嗎? 你灰心喪志了嗎? 因為好像沒有一件事情成為真實。 藉著這些活生生的見證視頻, 我盼望大家可以領受全新的眼光。 在相信神的應許都是實在的, 不改變的真理之下, 重新審視我們的心態。 願神賜更大的恩典, 給那些奮力征戰外在的, 內裡的敵人。 使祂所應許的更豐盛的生命, 成為我們可行之路, 可以承受的土地。